刚才我们是看到了北斋 他的含金量确实是十足的 但是他需要把自己活热的手感 带到这次的资格赛当中 当然这个全新刷新之后 体坛刚才付出一个人员的代价 换边换到西边的含金量 也是瞬间提升 因为西部在NV还有4M 一南一北的掌控之下 是一个绝对弱侧 WBG也选择启动了 看看他们的方向会在哪里 他们也想换边玩吗 现在是想要往西侧去行驶 但是明明的血量一定要小心 是的 这样的一条路线呢 在上山的过程当中 将要面对非常多只战队的扫射 童家宝在转移的过程当中 也是遭遇到了重创 明明这一点点血量啊 仿佛有神明护体一般 真的能够落位吗 还在尝试 还在向圈中的点位尝试 就是这个坑了 就是这个坑了 没别的地方了 似乎成功了 那北京微博也是成功 扎到了阶段三的就圈内 他的这种换边玩 那是纯暴力换边啊 对 然后看到体坛这边好像是有一些动作 而且呢体坛这边第一时间是没有踩到这样防空中头顶的位置的 所以导致微博这里第一时间在拿到了主点位过后呢 直接向周围的队伍给压力 体坛不想进去 但没办法 头顶已经被踩了 现在WBG必须速战速决 如果不速战速决的话 很有可能其他方向的队伍就过来抽把了 现在WBG可以拖吗 感觉身后的厕所是没有给到自己压力的 也就是说高点这边呢是没有人能够限制自己的 平台厕所没人站你敢信 那WBG这一步的决策非常非常的关键啊 因为刚才那个坑是一个自闭坑 但如果拿下平台厕所 加上这个防空洞的洞顶的话 轻掉体坛这局比赛就有机会能够进逐决赛圈了 这波扎点 不过体坛是绝对不想进去的 是的 进去就完全覆水难收了 体坛这里呢也是要展开属于自己的绝地反击 而对于微博来说呢 高点的厕所一直都是没有人的 但是如果真的顶上去一个的话呢 进点的三兄弟一个人都不能倒 倒地的话就给到了体坛出来反打的空间 没错 而且现在呢因为地形的原因啊 WBG这一侧伤害性投掷物不太好给体坛去灌 对 再胶着下去的话呢 很有可能会给到后来 4M已经要来了 4M北渊 逐渐的在向WBG的背身在拉 还要再尝试吗 这一侧已经封了大量的烟雾 体坛这边呢已经拉出了防空洞的距离 不好走了 体坛已经出来了 那这样的话只是划山一条路 必须要登顶了 苏K这边 我还以为看错AD了 直接爆炸烈弓掏了出来 莫竹这里在 防空洞的顶部位置 放到了明明 静点的一波胶着当中呢 早是这里也是喷掉了97 但是想补人啊 这个time点还是被把握住了 静点来看 野猫 野猫时刻再一次的焕发火力 苏K依然在爆炸烈弓射 但静点来看的话 少一把静点枪还是没有能够刚过对手 但是WBG在这一波当中也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现在WBG只剩两人了 是的 圈行再一次给到一个难切 不知道WBG会不会为刚刚的决策而后悔啊 两人编制啊 这么好的一个圈点 如果说是四人满边的话 那这场比赛呢 WBG是非常有机会能够拉开分叉的 但是刚刚的那样一波决策呢 虽然说没有 就是上帝视角上来讲是没什么问题的 只能说对手打得太过于顽强 体坛他一直不愿意进去 体坛如果愿意进去的话 那对于WBG和体坛来讲的话 两支队伍可能都能够往决散圈去打 但是体坛一定是非常难受的那一个 他肯定是不愿意养人鼻息的 对 这点上来讲的话 体坛做的还是非常正确的 两边呢都是交出了自己 在当下那个圈形当中的最好的答案 最好的答案 再看这边 呃呦呦很机敏嘛 跳上去打一个高点的视野差 但是背身这边呢 这队伍是有机会拖他侧翼的 所以呢 TT还是机敏地封到了烟啊 天把这里扎到这里就等于没有了 对 这也是刚才为什么WBG 不愿意在这个坑里久待的原因 因为来到这儿 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是的 谁来谁都逃不过这样的一个 这个宿命 再加上近点的爆炸力攻爆炸 嗯 那么TT跟J-Team的一波 交战呢 也是由YDD引爆再聚过后 现在只剩下 嗷嗷代夫的King 和原点 一直在朝这个方向施压的派 波远 那边是看了一波 WBG的背身之后啊 近点人数是有点捉进见肘了 但是没有关系 他们的正面作战能力 还是值得幸运的 因为在前点只倒降了 倒地了合降一人 是的 降倒了 降倒了过后呢 WY在这样的一个高坡 也不太好战 原点呢 本渊一直在抽 压力施加过后呢 现在对于K1来说 这样的一个高坡啊 没有空间服人了 对方顶到近点过后 在烟雾当中 卫无线拿手好戏 听脚步 忙吞 拉出来 但是被对手给拿捏了 是的 WY还在车上 撞了一下 北渊应该知道 就在这几个车里 再拉过来 没有任何问题 FM呢也是牺牲了 一名选手作为代价 拿下了南部这样一个高坡 但是啊 作为在北部的原住民来讲呢 我觉得FM这一波的防守 还是可以再去 好好复盘一下的 98K看远处的什么 看得如此之入迷啊 应该再看微博那个方向 前面小一已经给到她机会了 马上两场 今天 这场比赛 也是把握住了 圈内混战的时机啊 在目前的阶段四 拿下了属于自己的点位 因为在阶段三呢 几乎都是在圈中的队伍 是 产生的战斗 所以呢 导致圈边的战队呢 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 将会变得 呃 在场面上 非常容易地去处理这些局面 平台厕所 呃 这个点位呢 如果是有人数优势的话 手起来还是比较简单 但现在只有两人编制 很难玩 要看看有没有第三方会给到NV压力了 另外一边呢 在圈边的战斗 马上就要响起 RSG的两名选手 直接顶到近点的位置 而且是下车这么刚吧 枪神的位置 刚刚发现 但是两个人呢 似乎在近点 几乎是没有操作空间的 爆炸裂弓响起的同时呢 被这边也是带走了对方 同样引爆再聚呢 也是炸倒了自己 原点架枪呢 张建惠是没有机会腾夺的 近点的枪神呢 拿着一把DBS 最终也是噴到了 不愧是刚开的呀 现在来看的话 闪电独目难支 因为听派这边 是有绝对扶人的时间的 顶到近点的位置 人是可以扶起来的 枪也是可以继续架的 而后面的圈形呢 也是可以继续推进展开的 闪电的位置 也被TC给锁定了 就在那个反坡之后 看看这颗手雷 炸残了 并没有能够直接带走闪电 现在呢 对于派来说 思路非常的清晰啊 因为在西部这边呢 没有队伍给自己压力 而在前点的RSG呢 仅仅只剩一人 可以考虑 顶到近点 去把对方的分数收下 然后再在南部 拉开去空边 整体上来看的话 轻掉RSG 那么听派就在 整个的东部 有一个大阪系 可以打 再看这边天 自信拉枪了 他绝对是自信拉枪了 有点相信M4的伤害 而且呢 高点的微博出枪过后呢 现在对于LGD来说 场面的局势 不太好掌控了 相见这里 哇 差一点点啊 很可惜啊 没有捕捉到 刚刚这一波反打的镜头 是的 而另外一边呢 微无线 在爆炸裂锋的加持之下 根本就无处可逃 暴露在视野当中 牢牢地锁定到了他 离开这片坑 WBG前期所做的 这个选择的含金量 还在上升 没错 这个坑呢 只能是一个赞呆点 但是绝对不能成为一个酒呆点 LGD在整个的北侧 想要和4M去争夺一片栖息之地 但现在来看的话 很有可能他们的混战 会被通家宝抓住机会 同样这场比赛呢 VS也是因为早早地 被淘汰掉过后呢 只拿到了一分 而成都派呢 我觉得是非常有概率 能够在这场比赛 尝试向绑一的 这个方向进发的 但是没有想到 被闪电一击 瞬间带走了三个人 很可惜啊 那么这样一看的话呢 这场比赛 微博只要在山头 不犯大失误的情况下 因为南部这边呢 NV已经空开了嘛 对 他只要不去主动的 向这个NV方向进攻 在北部这个高坡呢 收一些残边的分数 还是有很大的概率 这是标标准准的 坐北朝南啊 对 能够继续的 在积分榜一上久待的 射出去了 剑呢 没有射到位 应该是差得比较远啊 对 因为他那个位置呢 你标精标 看距离不太好看 对 但是好消息也是啊 这NV和刚刚我们看到的微博都有爆炸猎攻 是 当然了 这个消息对于NV和WPG来说是好消息 对于4M和老干爹来说的话 这有如晴天霹雳啊 这是个坏消息啊 再看这边 索古能否继承闪电的一致 在这个位置上继续创造高光 第一个有了 感觉有那个味道呀 真的 真有那个味道 兄弟 但是这颗雷丢刺了过后呢 不太好说了 没关系 还有两颗火 一颗雷 雷仔一直在包围着 这颗雷迟迟没有松手 要炸 炸残了 只是炸残 没有炸倒 对方的血量不断地在被削减 而星辰呢 也在支援的路上 这个火 炸到了吗 没炸到 劈到了走位 但是星辰最终还是终结掉了他 这个防 我愿称它为遗憾防 每一次呢 独狼在这个防区 都只是把对方打到最后一个人 但是没有把对方全部淘汰掉 火 海斑 只能说闪电呢 是没有想到对方的 就是我也没有想到 会对方这么大胆 对 如果想到的话 刚刚那波应该也是能够接下的 是的 再来 童家宝呢将要挑战遗憾防 来了 看看星辰 好吧 没有机会了 足够遗憾 如果说星辰能够再像刚刚一样 啊 怪咖的一颗手雷 你也有活 怪咖 还有高手 那么童家宝这边是可以 把自己的队友扶起来的 而且呢场上来看 是没有其他的战队 能够去观察到 圈 东部这一侧的这些乌龙的 本来这场比赛 我们给听不派安排的剧本 就是他在这一边清掉闪电之后 和TC打一波绝命团 对 那这样的话在阶段六 他们就可以获得一个东部 所有的一个反斜坡 是的 虽然说第四可能较低 但西部队友肯定也会内卷 这样的话他们有机会去争夺吃鸡的 这场比赛呢 他们把场上相对来说较好的位置 这个平台厕所是让了出去 对 他们来到了ST这一侧 那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现在这个位置让出来了 我和你们没有任何地理上的这个冲突 你们那个最好的位置 谁愿意去拿谁拿 对 这场比赛呢我只要一个排名分 甚至说呢在BOSS互刷的阶段 我如果有机会减一点BOSS 打掉的这些分数 对 我就够了 对 对对对 对 那现在来看的话 童家宝顶到这个半坡 也要面对LGD 两个人的绝对侧疑 甚至啊 我觉得微博也有可能 朝这个方向使使力 因为童家宝的位置呢 太不像一个三人编制的位置了 他在再具良好的情况之下呀 得找一边去发力呀 你如果说等到这个半坡的话 很有可能就是会被 敲骨细髓 折磨到最后 而如果说童家宝不敢主动的 向LGD这个方向进发的话呢 就说明在东北部这一侧 他是没有信息的 所以他被迫顶到了微博这一侧 他没有信息也正常 因为他不像TC或者金派 在这个遗憾房的位置啊 对 已经是捕捉了很久信息了 他们是最后才进来的 只能是盲打 那童家宝呢 现在也只剩花花一人 而且花花的点位呢 实在是太低了 再往高点走呢 有微博 再往北部去看呢 有LGD 阶段七马上就要来了 现在正中间的位置是 没有人去拿的 全形呢 正正好好刷到了 正中间的这个位置 在圈呢 只有LGD的天 而NV呢 进圈只是一步之遥 现在就要看一下 两个BOSS的选择了 NV呢 是可以直接进圈 然后控开的 但是呢 NV一定要小心一下 南部的STE 如果他给足了ST压力的话 那这场比赛 NV距离吃鸡 就只剩另外一部分了 其实ST这一侧 就按这个地理差来讲 放一到两人看管 够的 绝对够的 再加上侧翼 还有WBG 现在呢 NV是放了龙 一个人在南部这边 给ST施加压力 Powerboy这边是一个机动兵力 哪边如果说 有危急的时刻 他可以扮演一个 救火队长的角色 随时协调 但是场上还有一个独狼 美渊 是的 有没有一种可能 猫猫是一个大惨 雷就差一点点的伤害啊 有没有一种可能 影响这场比赛 最终结果的走向呢 一颗雷炸倒了猫猫 另外一侧呢 哦 他是直接顶到了微博这一侧 ST这里呢 感觉这场比赛 翻了 翻水水了 走远了 嗯 走远了 爆炸裂弓启动 现在来看的话 SUK应该是不太好服了 对 当然了 我刚才看到 Auder的箭支应该是不多了 不足以支撑他能够 快速地清掉WBG PARA这边迟迟没有切弓箭 应该也是没有 不多了 存余的这个弓箭了 对 应该是不多了 好 直接火力条摇过来 那这样的话 WBG这场比赛 其实也是得偿所愿吧 是的 因为在前期惨胜过后呢 只能是在这场比赛中争取更高的排名分 而且淘汰分这场比赛拿的也不少 最关键的是这场比赛的独狼太多了 独狼的苏南在圈边出枪过后呢 收下了BARABOY 一辆火力车再往圈边摇一个树 摇到了蓝圈之外 最终呢苏南也是被淘汰掉 那么场上还有其他的两支战队 在东部打了起来 这个位置天然毕竟是有一个掩体优势的 现在场上的话就是NV的三人编制 面对独狼的大战 这两个独狼呢分别在西部以及东部 全形给了一个东切 现在就要看一下NV这里有没有判断出来 北渊在这一侧 因为刚刚呢 北渊是出现过拿手雷淘汰掉猫猫的信息的 是的 但是具体在哪个位置他们应该是没有发现 因为车是从坡上开下来的 那么近点的这棵树 它有没有排查到 是这场比赛他们能否安稳吃鸡的关键所在 如果说呢非常大胆的去排掉圈边 那么这场比赛呢 NV是肯定手拿把架了 是的 但是呢场上有一个已知信息 就是天这个方向 如果说火力车再次出击 把天给摇下来的话呢 这场比赛也是能够安稳收下的 那这样的话 判断附近还有一个独狼 就看在哪棵树下了 拿到过后 北渊呢这再一次挪动自己的身躯 好像欧带已经发现了对方 没有任何问题 今天的第二场比赛 恭喜上海NV拿下胜利 NV还是保持了在自己的强途之上的绝对统治力 顺利拿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而且在这场比赛当中呢 其实你要说 镜头虽然说没有给到很多 但是我们上帝视角能够看到 总体的运营决策上来看的话 是非常标准的 这是标标准准的世界赛打法 没错 别说标准的世界赛打法